好 現在債市的買點是不是已經到了 要請教陳彥 你之前有提過嗎 現在可以買債券嗎 現在全球經理人都在加碼 債券這個秉立創金融海嘯以來最高 而且一半以上的經理人 覺得債券明年的表現 會比股票還要更好 對 這個全球經理人 看了我們的節目以後 也真的認同了 所以你看 美銀十一月全球經理人做的一個調查 現在全球經理人加碼債券 而且是創了金融海嘯以來最高 就近比例 比例 其實過去一段時間 大家其實一直在質疑一件事 就是說到底會不會停止升息 而且因為在這過程中 不管我們在看兩年期公債殖利率 還是十年期公債殖利率也好 即便我們認為升息的機率 不高的情況下 殖利率都還在往上攀升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去買債 你當然實打實的直接就面臨了 你的淨值的損失 你還沒拿到息 債券價格就往下掉了 但是從我們剛才節目一開始講到的 連鷹派的態度都轉變以後 實際上大家真的相信 應該今年不升息 明年就有機會降息 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所以為什麼高達76%的技能認為 連準會已經完成升息的工作了 當然等到鮑爾開口講 我不升息了 我相信這才會變成所謂的百分之百 但是你說76%是不是很高 是的 所以這個已經比前一個月增加16% 這個增加的速度是很快 然後再來大家當然就要開始去思考 如果會停止升息 甚至有可能降息 我到底要買債券還是買股票 還是買大宗商品 還是買黃金等等 百分之54的人認為債券 明年的表現會優於股票 為什麼 因為影響股票的報價 還有其他的因素的干擾 但是對債券來講 這就一個送分題 你看我苦口婆心 從去年講到現在 我講這個送分題 什麼叫送分題 只要你殖利率開始往下掉 債券價格就會開始往上 多久的時間我們不確定 但至少從長期的角度來看 現階段不再升息的環境 就是有利於債券的表現 買短還是買長 當然就大家會覺得說 巴菲特買短 我覺得它是因為資金流動性的考量 暫時的parking 但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是一個長期投資領席的想法 我認為還是以長期的債券為主 所以最近有很多的債券 包括美債 包括高評級公司債 這些規模都上來了 雖然目前還沒有看到 很明顯的一個報酬表現 但是就切入的時間的點來講 我還是認為現階段開始 是投資美債相當好的一個時機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注的是 散裝跟貨櫃股 在最近是突破了季線了 那麼在今天是稍微的休息 接下來還有機會再上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微來關心